大家好,惡魔城的第十關,就算打暗天堂版也是其中一關最難的 其中一個最難的地方雖然是中段 原因是因為整個版高低起伏大,然後怪獸是無法預計出現的時機 因為Random,所以過到也是要靠計算,但同時也要靠運氣 例如這裡,你跳過去的時候,它才會飆出來,打中了,你就退後,而你退後就會落完 所以打得很辛苦 例如你這裡下來,你後面跳怪獸下來,你隨時會死,因為你很難打到它 再加上,我這個DOS版的操控性很差,有時按跳就不按跳 比較多時候是按外面,所以就很麻煩 去到這裡,你如果跳過去,你就只會被這隻狐怪碰到,然後就下坑 所以就算了,不要亂來 要有些耐性,而且要等一隻蝙蝠出來 即是蝙蝠就隔一段,即是隔一段,即是隔一段出的 這樣就未必會,嘩,不斷來 就像那些狐怪一樣,突然之間一次出兩隻,這樣就不會 好啦,其實剛才的第十關,我已經打了九個字才過 然後就去到第十一關 這裡的難度我覺得是高過任天堂版的 因為任天堂版,就會把珠魚在你比較近的地方放 只要你計算好時間,其實基本上它是無法咬你 但是這裡就不是,距離你很遠的地方都會放 而它由於速度比較快,只要你有一邊隔不到 或者你按出邊不出邊,都是那個問題 它就會咬你,所以就很麻煩 難打一個任天堂版的地方 那這個人呢? 不如有,幸好能出到哪 對呀,就呆了,一呆,開始呆了 那就開始麻煩了,因為你被人咬中一下 同時,他們都...其他...即是其他那些... 那些鳥呢,都是會...繼續丟到豬來 幾隻為著他們死得很快 幸好呢,出事的時候也都...適合到門口 就避過了 那條龍就不打了,基本上 打他都OK的,但是...安全一點 算是沒有打 那這裡... 寧願被咬一下 都要去他後面 那他去到後面,你可以慢慢... 可以慢慢搞他 慢慢編他,編六下 又是編六下就會死 編中的頭六下就會死 然後呢 這隊有雞腿 這樣就可以幫你補滿血 即是如果你被人咬一兩下的話 那就補滿血 然後呢,前面還有一條龍 那就...不打他了 又是嘗試他穿不穿過去 那就穿不過都不要緊 照扣,即是照過 那接著這裡就打個BOSS BOSS呢,一定要用聖水容易打很多 因為也是啦,燃燒彈的... 我以為是扔錯位 即是...你應該扔... 對,應該扔到地板那些 等科學怪人就... 即是一路走過的地板 都是會扣,而且扣得很快 那你就比較有機會打得贏他 就不要走去追日主打 是沒有用的 打他...即是打他... 要...打他來過關是... 不太可能的 速度太快 要過這一關 但這一關我真的打了很久 即是... 呃... 這個是... 打我魔城第一代 其中一個最難的地方 那下一關應該是會有另一個比較難的地方 那我們下一集我打到的話再見 拜拜